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針對這一架班機 即將採取的是非常嚴格的做法 也就是說 在後機室會拉出一個專區 如果有症狀 當場採檢 如果發燒 直接送到醫院 其他的人員則是分別送進了 三間集中檢疫所來集中管理 以十個人一組的方式 兩組上到了這個交通車 再用交通車去載到的檢疫所 而且在出關之前 所謂的再次的採檢 就怕這突變了病毒入侵社區 當然除了這一次之外 接下來英國也即將放所謂的寒假 預計會有超過四千名的旅英學生 跟著回台 所以怎麼做 今天的做法就成為後續做法的標竿 來看目前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整個針對這個班機的準備情況 二十七號傍晚 有一架華航從英國返台的班機抵達 新冠病毒突變 英國版傳染力超強 在機場指揮中心做主準備 這架航班總共一百二十七人 包含國人九十位 機組員十三個和二十四個外國人 如果有症狀 就會在機場先採檢 若是發燒直接送醫 而沒有症狀 则是送到集中檢疫所在採檢 這架專機的機組員也必須集中檢疫十四天 不能和其他人一樣只檢疫三天或五天 但除了這個案子外 紐西蘭籍機機師違反規定釀成本土感染 國籍航空民航局和指揮中心開會 要讓機組員的防疫規定更嚴格 除了警衛時間都拉長成七天 出關也要接受採檢 但怎麼又有案例是自費採檢後 才抓到有人確診 印尼急於公相關的事項 比如說他們在國內的疫情 目前其實還是居高不下 印尼疫情依然旺 二十七號新增兩個境外移入確診 案七八五 七八六都是印尼籍男性漁工 十號拿著三天內陰性報告入境 卻在檢疫完自費採檢確診 新冠病毒軌距多變 不容有一絲破口 好日新聞 又委呈黃建英 台北報導